以下这些字,这样写太丑了,想知道该怎样改正吗?跟着老师一起来看看 首先,记字,记字的主要问题是在于上部合字写的太长了,尤其是中间一竖拉这么长,子字就只能往下加 会显得整个字比例不协调,再一个是上下衔接不紧凑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写法应该是这样子的,你看小平撇 往上倾斜,中间一竖大家看一下,是非常短的,这一竖要避让一下,写短一些 然后上部的子字往上迎 撇纳不要伸展的太开,因为子字的长痕我们给它作为主笔 你就不要把撇纳给它伸展的拉得太长 你要搞清楚你是以什么为主笔的,你看,长痕给它伸展出去 是上短下长的记字 第二个,号字的主要问题是,首先字头太大会显得头重脚轻 第二点是,中部主笔长痕没有给它伸展出去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号字,上部竖痕折,往里收再来一个痕 口部左右内收我们写小一些,然后主笔给它伸展开 然后下面竖折,折勾,腿拉长一些,然后向上出勾 这是号字 第三个,桥子,桥子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 桥子中有三个纵向笔画,竖,竖撇和竖,是吧 我们要搞清楚它们的收放关系,绝对不可能都拉长的 右部旋真术起到平衡重心的作用,所以一定要放开 那前边竖和竖撇就要写短来突出主笔旋真术 尤其中部的竖撇是绝对不能写长的,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左半边,木字旁大家注意不要给它写的太长 然后撇画往这走,点画,它是左手右方的组合 然后你看小平撇往这,横和点之间我们给它穿插一下 然后撇画稍微偏左一点点的位置,往下走 那画往外延伸,稍微高一些,出那角 然后竖撇来了,注意竖撇要写短一些,不要超过这个竖,往下放 伸展出圈,这是桥子 第四个,桂子的问题 桂子的主要问题在于左右两边相接不紧凑 没有处理好笔画间的穿插和避让,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脚丝旁这个书写就不规范 撇折和提是不能往右边给它戳过去的 我们来看一下脚丝旁 撇折平的,第二个撇折要斜上去 比第一个撇折略窄一些 然后它是斜上去的,第一个是平的 然后提画往上 注意右边是对齐的关系 撇折和提你看都不能超过撇的范围 是对齐的关系右部 然后你看右边这个盒子 注意盒子撇那齐比也有讲究撇 压一下,你看这个撇不要直接这么斜过去 会打架 这个撇可以放下来一点 你看这样可以让两边相接更紧凑 你看从这个撇折和齐之间我们这样穿插一下 往下放,然后纳画可以往外引展出去 好,然后我们给它拖出纳角来 大家看一下 可以撇低纳高,然后横往上倾斜 然后与题画对齐的位置,我们写竖 横折往里收,再来一个横 这是给字数写 这样的话左右相接就紧凑了 你学会了吗?